在黑洞边缘回头,你会看到一百个自己 这不是魔法,是光子球体 15秒后,连光都逃不出你的眼睛 今天聊个狠的话题 要是把你扔进一个黑洞会怎样 这次不是科幻,真的是基于硬核物理学的推测 把你扔进去之前,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黑洞是啥玩意儿 就连爱因斯坦这老爷子 当年他形容黑洞是上帝除以灵的地方 他压根都不信这玩意儿会在咱这语度里真的存在 可你看,人类还真就把它给找出来了 当那些特别巨大,特别密集的恒星 走到生命的尽头时 它们就会来个大变身,把自己给坍缩了 啥都不省 它所创造的被称为起点 一个神秘的时空点 据说具有无限密度 因此具有无限引力 广义相对论给了咱一个革命性的想法 引力并不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它只是时空本身因物体质量而弯曲的结果 它完全解释了咱地球怎么围绕太阳运行 而各个行星像围绕着自己的家一样旋转 黑洞里面可没有实体的黑色表面 隐藏在里面的起点只是太过于密集 把时空都扭曲得厉害 形成了一个有着垂直墙壁的深景 1939年 爱因斯坦他老人家还专门发表了一篇论文 说恒星坍缩成起点这事不靠谱 在咱这宇宙里也不会发生 可巧了 就在同一年 奥本海默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 和物理学家哈特兰斯奈德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预测恒星还真可能在自身引力作用下 坍缩成黑洞 咱再说说 要是把你扔进一个黑洞会怎样 黑洞这玩意儿最神奇的一点是 啥都能变成它 不管你是恒星 行星 还是像咱这样的小人 只要被压缩到适合施瓦西半径的范围内 都能变成黑洞 德国物理学家卡尔施瓦西 是第一个发现爱因斯坦厂方程精确解的人 这发现既简单又美丽 就拿咱太阳来说 要是把它的所有质量都压缩成一个半径仅为三公里的球体 嘿 它就成黑洞了 那地球呢 它会变成一个半径约为九毫米的球体 差不多就是个弹珠大小 咱人类要是想变成黑洞 那可就惨了 得被压缩到比质子还小得多 难以置信地小 不过呢 要是真能变成那么小 咱也就成黑洞了 那咱该把你扔进哪个黑洞呢 我觉得是时候把你扔进一个黑洞了 可咱该选哪个呢 咱可以选个小一点的 但那多没劲啊 咱还是选个大一点的 有些黑洞的事件 世界比咱整个太阳系还大 那得有数十亿个太阳质量 可那也太夸张了 不如就选个离家近一点的吧 人马做A星 位于咱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你正围绕着它运行呢 它还是咱人类拍摄到的仅有的两个黑洞之一 现在咱来设置一下场景 假设你和我飞到那里 把飞船停在距离世界世界一万亿米的地方 咱要把你送到黑洞那里 当你自由下落时 我会留在飞船上观察 可这是关键了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 在黑洞附近的人体验到的时间 可能和别人完全不同 因为黑洞把时空都扭曲得太厉害了 星际穿越里就展示过这效果 为了记录时间 咱给你一块特殊的手表 它能显示从你的视角和我在飞船上的视角分别过去了多长时间 咱把手表对好 你就可以开始你的黑洞之旅了 当你的旅程一开始 你会看到远处的黑洞迅速吞噬物质 那场景太壮观了 物质因为摩擦被加热到极高的温度 要是把这场景放在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上模拟 得需要十多年呢 在现实中 那圆盘会是明亮的蓝色甚至白色 可在这个模拟里 它被做成橙色 这样更方便咱观察 你第一次查看手表 才过去了30分钟 而你只完成了到事件事件路程的0.1% 到目前为止 我在飞船上只比你多得了11秒 这时间差还不算太夸张 现在 咱离黑洞更近了 黑洞周围的时空弯曲 正在制造各种奇怪的视觉效果 从侧面甚至后面的黑洞发出的光线 在到达你的眼睛之前都被弯曲了 咱再来看看时间 你已经离开了两个小时 完成了1.4%的路程 而我现在在飞船上比你超前了44秒 这时间差有点让人担忧 但还不算太离谱 黑洞的阴影 中间的黑暗区域 似乎比咱预期的更快的增长 这都是因为引力透镜效应 把本会从你身边经过的光线 都弯曲到你的视网膜上了 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终于再次查看手表 这一看可把咱吓一跳 从你的视角来看 你大约12小时前离开了 可对我来说 在飞船上 我已经观察你飘向黑洞将近15个半小时了 咱现在离黑洞很近了 事情要变得非常奇怪了 在你到达不归点之前 你会来到一个奇怪又神奇的地方 要是你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被冻结在时间中 然后向四周看 那景象保证让你大赤一镜 你已经到达了光子球体 这可是咱已知宇宙中最奇怪的地方之一 在光子球体这个区域 引力恰好平衡 使得光子可以围绕黑洞轨道运行 不是物质发出或反射光 而是光子自己被困在轨道上 要是这束光与黑洞呈切线方向移动 它就能轨道运行 可要是路径有钉点变化 光子要么掉进黑洞 要么就飞向太空 在这些特定条件下 要是你只是在光子球体处冻结 并向四周看 你会看到自己背对着自己的镜像 你会看到多个你后脑勺的副本 在凝视着太空 你实际上是在看自己 就像站在你旁边一样 时时的 啥技术都不需要 全是时空本身的扭曲在作怪 随着你继续旅程 你正非常接近事件世界 现在咱已经过了光子球体 黑洞在你的视野里占比越来越大 感觉就像你被黑暗吞噬 这是因为黑暗在你周围扭曲 把黑洞阴影的背面和侧面都展示出来 还有在平坦时空中通常对你可见的部分 你已经离开了13小时 再过24分钟 你就要穿过事件世界了 可从飞船上 我已经观察你的旅程将近20个小时 又过了18分钟 你再次查看手表 现在我已经观察你将近40个小时 对你来说最后的18分钟 对我来说持续了整整18个小时 最后 时刻到了 再过6分钟 你就要穿过黑洞的事件世界了 你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查看手表 可它好像坏了 它显示我已经观察你坠落了无限长的时间 但它没坏 物理学就是这么神奇 我在飞船上花了好几十年 看着你慢慢靠近事件世界 最终 我看到你变得红移 这意味着我得用红外望远镜才能看到你 我永远无法看到你穿过事件世界 即使我能活到永远 对你来说最后的6分钟 对我来说在飞船上持续了永恒 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像个白日梦 但它千真万确 它直接从爱因斯坦的方程里蹦出来的 现在你已经在事件世界里面了 那在黑洞里面会发生啥呢 奇怪的是 你很难察觉到自己啥时候穿过了事件世界 你还能向外看宇宙 看到远处的恒星 甚至看到咱飞船在太空中漂浮 可所有那些光 就像你一样 都得奔向起点去 你已经过了不归点 那个密度无限大的点 咱的物理定律全崩了 时间都停止了 要是想逃脱起点的引力 你得比光速还快 这咱都知道不可能 有个常见的误解是 要是你向外看宇宙 强烈的时间膨胀效应 会让你看到宇宙的整个未来历史在眼前展开 可这根本不是真的 因为像叉这玩意儿 当你接近起点时 你会看到外部宇宙被压缩成一个细细的小环 最后 当你足够接近起点 你的脚会被拉伸在前面 你的身体在意大利面化的过程中被拉长 你和黑洞合为一体 在宇宙中一起漂泊 直到永恒 这整个过程 想想都让人挤背发凉 可又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黑洞这神秘的天体 真是让咱又爱又怕了